兄弟们 昨天下午我没想到我网练女友竟然跟着她男鬼咪给走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呀 而且结婚证还有护钩本 全在小朋友身上 我得想个办法给他要回来 哎 兄弟们 你们说这里面有没有鱼啊 不是 那个不是小朋友吗 兄弟们 咱们赶紧过去问问他 护钩本还有结婚证在不在他手里 给他要回来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昨天怎么给你男鬼咪走了呀 谁让你误会我了呀 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有你这样道歉的吗 行行行啊 算我错了 对了 结婚证在不在你身上 不在 我放我哥那里了 现在结婚证还有护钩本都在我哥家呢 是不是你那个表哥家呀 不是我表哥 是我另一个大哥 什么 那咱们赶紧去啊 走走走小朋友 哎 小朋友 你表哥怎么来了 结婚证还有护钩本是不是在他家 不在我这 不是他吗 小朋友 嗯 不是他 那是 你没见过 走 我带你去吧 行行行 小朋友 咱们赶紧走吧 对了 你在这里别跟着我们呀 小朋友 走 看了一会 小朋友啊 小朋友啊 到了没有啊 这个是不是你哥家呀 嗯 没错 我大哥家就在这里 那行 小朋友 咱们赶紧上去吧 等一下我会给你哥好好解释的 嗯 不过我哥可是很凶的 咱们先上去吧 小朋友 你哥既然这么凶 他会不会不让我进去呀 而且咱们的结婚证 他能不能还给咱们啊 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那行吧 车到三前必有路 走走走 咱们先上去啊 兄弟们 我现在真的还有点紧张呀 可当我们上去之后 发现他大哥果然很凶 到了 就是这里 小朋友啊 你大哥是不是刚结完婚啊 怎么还贴着喜字呢 嗯 没错 刚结完婚 那你先敲门吧 小朋友啊 先把结婚证拿出来 兄弟们 他大哥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是 妹妹 你怎么来了 嗯 那个哥 我来拿一下 我放的东西 什么 你先进来说 对对对 先进去说 你别进来了 这又不是你家 在外面等着吧 哎 不是 兄弟们 大哥是真的兄呀 连门都不让我进啊 咱们再敲一下 大哥 让我进去吧 我和小朋友拿点东西 我们就走了 来 结婚证还有护物板给你啊 然后我妹妹今天就不走了 不是 大哥 你给我这两样东西有什么用 让小朋友也出来呀 完了 这下可该怎么办